你怎麼會這樣呢? 那個人很厲害 你看,審法跟以前一樣 一見封喉,十招都還沒到 我就中了他暗氣了 說起來真是慚愧 死兩個人是無所謂的 大老闆也吩咐過別傷害他 不過… 我知道,我知道溫大爺很難做 我還沒立功,就做錯事了 如果再說,我還沒立功 如果留在這裡,我也沒意思了 不過你放心 我一定會將功贖罪 把那個人捉出來的 你明白最好 無論如何,我一樣很欣賞你 謝謝溫大爺 如果以後有甚麼要我幫忙 你隨時找我,我一定會盡力 你們一個一個碎頭喪起 夠了,我沒眼看你們 溫大黑,知道錯了… 你們勇於認錯 我永不改過,有甚麼用 這些機會不是時時有的 你們教我怎麼做… 所以做人千萬不要多管閒事 否則就像我這樣,只會氣死自己 我們約法三章 如果誰再犯錯,我一定不會救他 怎麼樣? 這麼開心的做甚麼? 甚麼?現在我們做這件事 不是貪玩的,不是貪刺激的 是拿命搏的 我認為只有身癢的人才會這樣做 我經常都頸癢 但你們比我更生癢 年輕人 我這樣跟你們說 就只是把錢放進你們袋裡 錢? 不知道為甚麼 對了,這是甚麼 出來 我還以為說得很淺 那我們下一步應該怎麼做 等 再下一步呢? 等 再下一步的下一步呢? 還是等 再下一步的下一步 再下一步的下一步 再上一步呢? 這就是現在,說得這麼複雜 就是了,那是怎麼樣? 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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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餓你也餓,你不能睡了 我? 為甚麼? 你要在溫伯找到那個女孩之前 先找到那個女孩 怎麼找? 是我嚇走她的,我當然知道怎麼找 你要我做保鏢 是,就是保鏢 不過呢? 就不是明保,是暗保 還要有這麼暗,可以這麼暗 怎麼才叫最暗?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一定會這麼說的 大老闆果然準時 老闆當見面, 為甚麼要遮遮艷艷 安全就是我鐵面的狐身 我一向都知道你的為人 如果你要殺我的話 你就要想清楚 我在布的後面哪一處 萬一如果你失手 那全江湖的人 就會知道大老闆你的身正身分 我要殺你的話 一塊布可以擋得住嗎? 我只是擋不住 但是我只希望擋住你一殺 我就已經擋住了 是嗎? 當然是 好,我想試試 我是不介意你用自己的名譽地位 來替我作賭儒 起床 那柳大俠想殺 那柳大俠就殺了 他這樣做 你不過想顯納他的責任 你明白就好了 可惜你忘記了一件事 你和謝四傳在英雄樓所做的戲 不騙得到世人,無法騙你 所以我早有準備 以防謝大俠不負身分 在我背後出手 你說話要小心 如果我不小心 早就已經被你一劍穿受了 這次謝大俠你真失望 幸好我穿了一件用鐵做的鴿 雖然會比較辛苦 但是可以補命 既然你已經穿了護甲, 你還怕甚麼 我身上有護甲, 我的頸子沒有 明報就是明報, 果然夠仔細 你過獎, 只是你兩位的武功太厲害了 謙虛不忘吹捧 柳大俠, 現在我們可以言歸正傳 當然可以 其實我早已跟溫伯商量過 現在你只需要回答我一句 答應還是不答應 但在我未答覆你之前 你不應該在這裡搞事 我只想你知道 我可以讓你沒口吃 五十萬兩似乎多一點 你明知道我沒那麼多錢 你也, 可惜你們做大俠的 太外面子, 揮金如土 好, 其實做人, 清茶淡飯都可以過活 你怎麼做人做得這麼辛苦 幹甚麼?你在這裡教訓我 不敢, 只不過我受過教訓 所以我就想退隱江湖 柳大俠, 你一向當仁不讓 你一定會成全我吧 如果我不答應你 那就看你有沒辦法對付我兄弟 那就要看你有多少人 不多, 不過可以足夠 令柳大俠你身敗名裂 好啊, 我可以一拍兩散 理常不是一件好事 是嗎? 你覺得這個主意不好嗎? 好, 非常好 過獎 年少佳智, 我就來收五十萬兩 一文錢也沒得減 我已經跟你說過沒那麼多錢了 陪大小姐有的 你也算本事, 你也知道 我現在給你五天時間考慮 到時如果我得不到故意的答案 你不要怪我不客氣 你記住, 五天之後 我就會去寄院找你 推快一點, 推車仔 行, 過了你一段路吧 廢話 廢人聽廢話 你說甚麼? 我沒話要說 廢話, 你幹甚麼? 沒有灰氣 你幹甚麼不推? 我沒力氣 你為甚麼沒力氣? 我沒吃飯就行了嗎? 誰叫你不吃飯? 廢話 你去哪兒呢? 你去哪兒呢? 我急 你沒有吃飯, 哪兒去哪兒去呢? 我小解, 行不行嗎? 也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你看著我怎麼小解 我不看著你, 怎麼知道是真還是假 你看著我, 我解不出的 甚麼事?現在是你急又不是我急 這個女人, 你真的要看嗎? 我就解給你看 你敢做, 我就敢看 你真的敢看嗎? 是 你絕對要看吧? 都說是 好, 我就解給你看 好可惡… 我已經說你不敢看了 小兒 我要吃甚麼? 不要絕了 好 小兒子 你為甚麼帶我來這種地方吃飯 那你說肚餓的 但這裡哪裡是酒家? 這裡不是酒家? 外面有這麼大的雞腩 寫在這裡, 自己出去看看吧 幹甚麼? 誰准你坐的? 我為甚麼要人准你? 你不懂規矩嗎? 下人怎麼跟主人一起吃飯? 主人? 好, 那自己就自己吃 又幹甚麼? 你幫我洗乾淨快點去 你叫我幫你洗碗嗎? 難道我自己吃嗎?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沒錢嗎? 我知道 你知不知道你吃完這頓飯 叫我幫你付錢嗎? 不知道 小兒子, 最多還給你 你怕我不還嗎? 知道你還把我當下人那樣 我小兒子的名字雖然不是很大 但畢竟也有人知道 你叫我幫你退職 我已經很不開心 你現在還把我當下人那樣 我不玩了, 你自己也玩了 走吧… 要不然我身身沒有錢 我不用你了 小兒 怎麼樣? 幫我洗乾淨他的東西 是 自己的槍, 這麼麻煩你 幸好我臨酒的時候 我罵他一頓 不是連飯也虧了 所以說這頂人就值得 值得被人騙下去, 厲害 我支持你 寶寶哥 那下一步應該怎麼做 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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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你不是一定知道的嗎? 那你說呢? 我說有甚麼用? 我說你們也不對聽 就算我想到人家怎麼樣 我也想不到你們想怎麼樣 你們在招數層出不窮 這次更厲害, 講骨氣 我復了你們 我復到五體頭地 那他們是難受的 那倒是 做大俠怎麼可以受氣呢? 線索怎麼會骨氣重要呢? 好吧, 現在你走了 你走了, 那個大小姐不知道去了哪裡 既然你走了, 你一定有計劃 哪有想到? 沒有嗎?那不要緊 大家想想想 想到七老八十了 不用多說了 我最多只能找她 甚麼? 現在才找人嗎? 好, 趁早 好, 趁早 不用等我… 等我們 不知所謂 小二 甚麼事? 剛才和我一起來的姑娘 坐在那張桌子上 現在去了哪裡?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了吧? 知道… 剛才有姑娘坐在那裡 幫我吃完東西沒有錢給 我打算報官 誰知道我伯伯 看他的樣子都是白 就不幫好人了 幫他找了錢 那姑娘跟伯伯走了 好, 那我們去了哪裡? 不知道 你明知道我伯伯不好人 你又不幫他 你想知道嗎? 給錢吧, 我理你也浪費氣 你的樣子生得跟我女兒一模一樣 是嗎? 不過可惜 他過兩天就要嫁人了 嫁了之後 也不知道甚麼時候才會回來探望我 那你以後就一個人了 對, 說不定沒有人給我送中 這裡就是我家了, 阿福 阿福 老爺, 老爺回來了 這些銀子 你拿著盤豬回家吧 阿伯, 你真好人 那我回家了 但我回去後 我一定還錢給你 行了… 我自己在路上小心點 再見… 阿福 你知不知道小姐 有沒有請劍三十和柳大俠來喝? 有, 已不怕請點了 好, 回去吧 老爺 老爺 你還沒走嗎? 還沒 你認識柳青和劍三十嗎? 不只認識, 還很熟 只怕請了他們兩位 那就不太好意思了 怎麼做? 我知道了, 你的小孩子 通常都是崇拜大英雄的 不如這樣吧 如果你不趕著回家 就喝一杯喜酒再喝酒吧 好 進去再談吧 等等 你怎麼看都不像忌廟的名字 你說甚麼? 沒有…別說話 其實你一個女孩子 在外面江湖闖蕩 的確是很危險的 為人父母的心我最清楚 我想你爹一定很想念你 是呀, 其實我也很想念他 我好幾次想回家了 不過沒來就這樣就走的 我一定會找到他們, 然後… 你看看你, 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過來吧, 先喝一杯茶吧 我認得你這個眼神 你認得我? 不過我不是懷疑你是他 誰是他? 他就是騙我的忌廟這個壞人 你真的認得他? 他化了灰我也認得他 如果他化了妝呢? 如果他化了妝我不認得 那我豈不是很笨 那你們不認得我 原來你是他 我… 躲起來… 當我不在這裡 繼續吧… 你死亡狗蛋 又是你 怎麼樣?很辛苦嗎? 來…我幫你… 你這四萬年, 天不怕地不怕 那就修復你了 很好笑嗎? 是呀, 真的很好笑 怎麼樣?不能走嗎? 你怎麼走? 你像我這樣, 走不走? 我又不走 我現在有錢賺, 不知道能不能走嗎 那我還可以 那這堆錢是會走會走的 那倒比較難 那這堆是甚麼? 這堆錢是一個人 他叫瘟白 他叫瘟白 那死得瘟白了 在哪裡… 在我要廣告的地方 黃狗蛋,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你又想買魚搭魚嘴 又想我順手跟你做甚麼 順手而已 你有一個人, 這麼巧他在那裡 他又有危險 所以你就順手幫幫他 那你幹甚麼? 我在這裡看 你這麼好死, 錢這麼多你也不要 我們的目的不同 我是要消滅那個組織 你是想賺錢 我估計今晚會有事發生的 所以我想看清楚一點 黃狗蛋 你說甚麼, 我甚麼都不明白 你再說, 我又是不明白 老實說, 你想我幫那個是誰? 瘟白 是誰? 又是那個城市不足? 大哥, 他不是經常跟著你嗎? 你去救他吧 我說了不幫他 你現在耍我嗎? 你說不幫他 你現在叫我去不就是要我幫他 不就是跟你去一樣? 有一點點不同 有甚麼不同? 我幫他就會很煩 而你幫他就可以賺錢 黃狗蛋 所以說那些甚麼徐步安良 那些徐強扶藥 新章正義永遠都沒有我份 因為那些不僅沒有好處 總是要浪費錢 你不用說了, 媽媽 你這個為人我還會不清楚 現在一句都說了 究竟做了還是不做 鯊魚在哪裡? 好… 新少奶奶醒了 剛剛趕到好時辰大堂 溫大爺呢? 快點點溫大爺 甚麼堂? 今天是你的好日子 誰說我好日子? 是呀 我說的 你自己親口答應我 我甚麼時候答應過你? 你們走吧 今天這裡不會有人拜堂的 你現在才反悔? 我沒有反悔 我也沒有答應過你 沒理由穿起鳳冠霞背? 我甚麼時候穿? 梅香 梅香 這個是不是你的丫鬟? 是的 那你告訴大小姐 誰替她換衣服? 是大小姐叫我換的 那你有問過她嗎? 有 我問她為甚麼這麼趕著嫁 她說在黃大娘被人污辱了 是男人肯要,現在肯要了 她就一定要嫁我 不是 我已經不嫌你失精在先 你現在還當著這麼多人面反悔 這是甚麼意思? 我沒有… 來,你說謊… 你說謊嗎?我對你這樣可以感濕 你感濕我… 你記不記得嗎?是你求我給你嫁的 當初我不是讓你真誠感動 我怎麼會讓你走呢? 想不到你這麼沒本心 我何時求過你? 又是你抓住我 又是你讓我陪下 甚麼都是你做的? 你們相信我吧,我無辜的… 你還不抵賴? 這張是你的賣身契 我沒有簽過… 行了,契事上面寫明的 如果你不嫁的話 就跟我回去接客 我不回… 溫大爺,算我對不起你了 這贖身詞我一定會給你 走 走 我不去,我不回了 不回就是要嫁人? 我不嫁 那你想嫁人,還是回去接客? 去哪裡?你也不用去 不用開心,讓我先交代一下 各位,這根本就是 溫伯和黃大娘的陰謀 這場婚事是假的 還不放手? 是嗎? 不得你一個人嗎? 你應該有很多人 老虎也認得更多人 對,我是一個人,那又怎麼樣? 你也挺夠義氣的 各位,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我只是想快點拜堂洞房 至於這位小朋友 就交給你們處置 我不會去,我不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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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去,我不會去救你 還有我幫他 你是甚麼人? 在下行不改名,做不改勝 在下姓柳,擔名一個清字 溫伯,你竟然利用醉紅軒 來掩飾你 做盡雙天害你的事 我今天要慰問除害 我還沒想到 可以及時救回一個可憐的姑娘 柳大俠,他們全都是壞人 你放心 只要我在這裡 他們惡不出樣子 上 不要走,溫伯 不要走 溫伯,你真是不幸運 這樣也讓我在這裡等到你 你想怎麼樣? 你在我眼裡只有一堆錢 那就二萬了 人家給多少,我比較相分 不行 我這個人雖然沒甚麼道義 但是我答應人在先 不能談 不能談 溫伯 溫伯 你別走 誠事不足,敗事有餘 你別來到這裡 要我再照顧你,行不行? 我為甚麼要聽你說? 我為前輩 大哥,誠事不足 謝謝你 你不夠他打的 死了 我一堆錢 你弄死他了嗎? 難怪黃狗蛋說你成事不足 你怎麼搞的? 我剛才罰了那個阿嬤 我到處殺人, 我亂殺人 我堅持人就殺人 我要找一個… 阿嬤, 我殺到一條圈了… 那些人給我…不斷殺… 不認識我… 好人、壞人, 殺人… 不斷殺人, 不斷殺人 冷靜一點好不好? 你一輩子想做大使, 想做大俠 又要轟轟烈烈, 我說過多少次 大俠這兩個字好聽 一點也不好受 是呀, 你又殺了人, 那又怎麼樣? 小小事也受不了 那你怎麼做大事? 不斷殺人, 不斷殺人 我…我殺了人 那個人…我不想殺的 怎麼樣?你幫幫我吧 你相信我, 我不想殺他 我給你冷靜一點 那個人, 我真的不想殺他 你不想殺他 好, 一切都說了 黃狗蛋, 第一次是這樣的 我和你第一次比他還差 是呀 馬面都有人性 難得… 你現在打算怎麼樣? 這件事越來越奇怪 溫伯、柳青、謝四絕 是呀, 今天迪婚這件事 越來越難解釋 我暫時不想去參與這件事 我會叫朋友看著他 不過你放心, 我不會麻煩你 我會一手一腳搞定他 第二次還有這些事 你千萬別遇我 就是這樣 怎麼還不睡呢? 是不是三寶地方你睡不著呢? 你呢? 是呀, 真奇怪 我今晚又是整晚都睡不著 是嗎?為甚麼? 為甚麼? 我們大家早點休息吧 有甚麼事明天再說 好, 請我帶回去 談完了?你實情好 過獎 我很開心 我知道 我看你的樣子就知道了 你知不知道 自從我離開家後 沒有一天信你過 見面的人都是壞人 尤其是姓武 姓武? 還是別提他了 總之一句話說完, 沒個好人 最初我還以為 像柳大俠你這種大英雄 已經存在了 後來直至讓我遇到你 你不用說了, 我明白的 真的明白 我跟你一樣 自從我成了名之後 就有很多女孩子來煩我 我以為在這個天下間 已經沒有一個像你這麼純真的女孩子 可是誰知道, 自從我遇到你之後 對不起, 是不是我冒犯了你 我發覺我自己… 自己怎麼樣? 我已經… 已經怎麼樣? 霍姐 梅姑娘, 我漏青行走江湖這麼久 從來沒遇到一個我喜歡的人 我發過誓 我說只要我遇到一個我喜歡的女孩子 我就會放她一輩子的虛眉 跟她相宿相妻 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怎麼說呢? 明, 我知道的 那你嫁給我 不行 你別誤會,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知道了, 我們這些粗人 當然不配你的千金小姐 都說了不是這個意思了 如果你有發現我有甚麼不滿意的地方 我可以改的 那究竟是甚麼原因? 我說出來, 你不准死鬼了吧? 我雙未決定嫁給你之前 先見一下劍三十 說了不准小氣 其實你們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都是一樣的 不過如果我現在就決定嫁給你 那對劍三十就很不公平了 怎麼了?你生氣嗎? 不客氣, 我怎麼會生氣呢? 我還要幫你找劍三十出來 你讓我拿好了 我為了你, 我甚麼都願意做 你這個無謀人, 你是聰明人 你請我喝酒, 就是說有事要讓我做 好, 如果我可以幫你手 我一定會負湯到火 如果我皺下眉頭, 我也是烏龜黃狗蛋 你喝醉了 我不是醉的, 你說吧 要我打誰、殺誰, 儘管開口 那又不用這麼心急 這次不是叫你殺人 而是叫你打架 打架? 儘管 而且要打得很好看 我好看而已 天下劍法我不是厲害, 但我全都認識 總之哪一套姿勢不好就不打 不是這種好看, 要輸得好看 輸得好看? 而且要我贏就是沒有把握 要輸得好看 而且你要扮一個名人 這個人成名了沒多久 而且沒甚麼人見過他 你說易扮又行, 難扮又行 這個人就是打不死的劍三仑 你害怕嗎? 不是…不是害怕 親得快去做親 好, 扮成劍三仑是不是? 我看天下劍除了我扮得像之外 也沒有人會像過我 對, 第一, 你不出名 第二, 你臉很年輕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一點也不像大情人 你怎麼這麼久都不來? 你以為他怕了你嗎? 希望不是吧 我想你快點看見劍三仑 在我們兩個人之中選一個 怎麼這麼心急 喜歡一個人就是這麼心急的 是他? 他是誰? 他不是姓武那個壞人 真是不好意思, 要你等那麼久 你來這裡幹甚麼? 當然不是找你, 我找他 有甚麼指教? 指教就不敢了, 想找你打一場交 對不起, 我已經約了人了 我知道, 是我約你的 你就是劍三手? 如假包換 你又說自己姓武? 你們說的 你哪一筆字大俠? 不用理他, 他是假的 你憑甚麼說我是假的? 你點我走冤枉路 我點你走冤枉路? 你去到英雄樓之後好過嗎? 是不是冤枉了, 看你怎麼看 你去妓院 很奇怪嗎?我是男人 我有需要就去 有規定大俠不可以去妓院 你倆在說甚麼? 他…他真的很無恥 是呀, 你讀過書沒有? 聖人不以此為此嘛 所以聖人也無恥 雖然我不是聖人 那我學一下無恥行不行? 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是劍三十? 那你是不是柳青? 我當然是 那我也是劍三十而已 那為甚麼你要向我挑戰? 自從打完仇冠天之後 我一直都沒甚麼做 我怕人家不記得我嘛 你這麼出名, 算你不幸 原來文明天下的劍三十 竟然是一個貪圖虛名的人 做大俠當然要名的, 你不要名嗎?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你就是劍三十 其實你不用不相信我 如果可以打贏柳大俠就是我的光榮 冒充劍三十的名字, 會否儉了他 我會不會這麼笨, 用一下腦 你… 你們談情, 是不是比武的 必定是剪刀的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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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劍三十, 本來你一身好武功 可以坐牆扶藥, 慰問除害 但你不好好去利用 簡直是學武人的羞恥 我這次就放過你 下次你不會這麼幸運 你好自為之 我們走吧 用心扮正義吧 以後我一定會查到幕後人 是不是你的 想不到一個甚麼劍三十 竟然是這樣的 你猜他是不是真的 能夠擋到我十招的 在江湖上沒有幾個 你說劍三十是那個貓樣子 江湖上人心險惡 很多人都是得名的 我想全江湖最好都是你的 柳青, 你有膽就跟我來 你別走開, 你在這裡等我 我快回來 小心點 牛大俠, 不過這麼遲 你在這裡耍甚麼花樣? 沒甚麼 既然來到, 為甚麼不坐下喝杯酒 老大俠, 你的武功比我高 照計也不會怕我 現在期限還未到 我不需要跟你談 你說得對, 但我現在改變主意 除了要你多面答覆我之外 還要將元蕭家節的期限提早十天 你別逼人太誠 你到頭去等大家都沒有好處 這個道理我當然明白 所以我才沒有把五十萬兩的價錢提高 那我不是很應該感激你嗎? 沒辦法 朝廷對我越來越注意 我怕萬一有甚麼事 我受不住皮肉之苦 就會把你供出來 我只能殺你, 根本我就能殺你 不須控得白為 我來到這裡就預料你會殺我 但你最不好的就是告訴我 你有件徹甲衣 我願意將你一見風流 讓你一點痛苦都沒有 但你就會死得很辛苦 你不要忘記你不熟水城 你看清楚我這艘船已經到了海中心 我知道現在你一定很生氣我 但你放心, 只要你答應我 我就會安全地送你上海 你好, 果然足智多謀 沒辦法, 打我又不夠你打 豈不是只有吃龍 好, 廢話你不用多說 我可以告訴你 我根本就沒有五十萬兩 你有嗎?你有一個梅大小姐 她的身家怎麼也不只五十萬兩吧 甚麼是你? 你跟著我打算甚麼? 你在這裡等我嗎? 你說我等你? 不是嗎?你來屍, 我來後 現在你在這裡愚蠢, 還不是等我 沒有鏡子, 請你用水照看你的貓樣子 我等你, 我等漏青而已 等到現在, 這麼連香蠢肉 她是不理你嗎? 人之中呢, 你也算八卦了 關你甚麼事? 對呀, 是不關我的事 你幹甚麼? 火是我的, 你不要黏著就黏著 你沒有風道 你沒有家教, 麻煩你沒有聲 麻煩是甚麼, 我不會的 很厲害嗎?我自己不會關火 很厲害嗎? 是否想借東西? 想跟人家借東西, 麻煩你好聲好氣 火石 不懂用就問問人家 火石就向正的枯葉, 燒你不死 燒呀, 燒呀, 燒呀 自己第一次一手一腳 做成一件事, 就會開心點了 你不值得嗎?你回來 我不是不值得, 反而我不明白 既然要向人家借火石 為甚麼不算借柴枝 那怎麼會穿不知所謂 你這個臭男人 你太晚了, 不用我再娶你了 你太晚了 我真是替你難受了 叫我這個臭男人的口 臭死你了 真是很臭嗎? 那算了, 放我來吧 出去走走 幹甚麼?你想吃嗎?早點發聲 我以為你不會給我 給呀, 要錢買的 剛才那晚我買給你 最多我不賺你 我沒錢的 不是吧?唐唐大小姐會沒錢? 你明知道我沒有, 還玩我 沒錢就要賺錢 我家裡有很多錢, 賺錢幹甚麼 那倒不是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自己 你要吃東西就要賺錢 那就算要賺了 這個方山夜靚怎麼賺呢? 不如先給我吧 先給我? 開始會用腦了, 有進步 那是甚麼意思? 那就是我幫幫你 我又很累, 你可以幫我托劍 一直托到客棧 我不知道給你餅 還給你一塊錢錢 你要我幫你托劍? 你不肯嗎? 肯 很累, 很累 很累了 這樣是好吃了 自己出勞力賺回來的 臭男爺, 才是你了 是 幹甚麼?很辛苦嗎? 既然是辛苦,就好好珍惜這個錢人 臭男人,你的臭錢我不要 甚麼?做完事,薪金也不要嗎? 很有性格 本大小姐有沒有性格?關你甚麼事? 好,我走了 我走了之後有甚麼事?沒人理會你 我不懂得靠自己嗎? 厲害,這麼快就學會了 好,那你靠自己吧,再見 走呀…走飽了他,很厲害就走 你才不知所謂,你以為我欺負你嗎? 生不生?不要生 女人叫男人走,其實想男人留下 你這麼生氣,可能對他有意思也不定 我會喜歡這個臭男人 你說我先說 救命呀… 柳青哥不在,你叫甚麼? 是呀,我想替你洞房 救命呀… 臭男人救我 我為甚麼要救你? 他要娶我 傻瓜 男人娶老婆是天經地義的 是呀… 你臭男人… 不要呀…救命呀… 救命呀… 你怎麼了? 怎麼樣?你沒事吧? 小姐 坐下 不好意思 我真的不應該把你一個人留在這裡 要你受那麼多委屈,對不起 柳青,你回來就好了 你答應我以後都陪著我,不要走 那你就是說… 我們成親 大老闆,對你這次非常欣賞 辛苦了 別這麼說 收人錢財,替人消災 是嗎?不辛苦怎麼賺得世間財 那你想不想要多些銀糧? 銀糧沒人會嫌多 怎麼樣?這次要我扮誰? 這次要你殺一個人 真殺還是假殺? 殺一個真人,究竟是誰? 明暴鐵面 明暴鐵面? 你害怕嗎? 有一點吧 那你做不做? 做… 好,答得好 不過我有條件 好 我想見一見大老闆 讓你跟大老闆做多幾件事 我自然會帶你去見他 不是這麼說,那些大爺 不罷了,說一句吧 明暴鐵面的名堂我都聽過 萬一如果我殺不到他 被他殺了我 我死了之後 連看誰賣命都不知道 豈不是很不值得? 你不是這麼沒信心,是嗎? 我明白的 如果是不方便的就算了 你們沒理由相信我,對吧? 你這樣吧 不過這樣,就算你不說出來 我猜也猜到是誰 醒醒 你想去哪裡? 你們都不相信我,我就走了 你很想見我 大老闆 不要緊 如果他要出賣我們 他說出來也沒人相信 他說得對 我們為甚麼?求財而已 不,別的事我們不管 為甚麼你看到我 一點意外也沒有? 你叫我假扮劍三十 打輸給你 我輸了之後,你又不殺我 你不覺得很有趣嗎? 你怎麼知道我不殺你? 你一個這麼聰明的人 看來也不像今宇被人利用 如果我不殺你的話 上天也會取笑我 你不想殺我? 你不想殺我? 何必要避呢? 好 以你的定力和功夫 看來不像是一個無名小則 看我的貓樣子 我應大俠也沒人相信 就像你這樣 不然你會知道我假扮劍三十 我認劍三十,你會不會相信? 如果你是劍三十 你又怎麼肯無認劍三十呢? 所以說而已 好了,你現在見過我了 你肯做你自己的事嗎? 還沒有 殺人的就未必殺到人 如果我在殺人之前 不好好享受一下 豈不是很對不起自己嗎? 對,你說得有道理 好厲害…柳大俠就是柳大俠 想不到你也會明白 我們這種只求一招聚的心情 好,我就報答你知語知音 賣你一個帳 不明白 劇我去者,昨日知日不可留 亂我心者,今日知日不憑憂 老闆, 老闆 劉青呢? 老闆說這裡不安全 我說這裡才是安全 畢竟這裡都是人多口雜的地方 老闆又是有名的大廈 在這裡出入很容易被人看到的 所以我說這裡安全就是這個意思 那不如讓人走一步, 換個地方 沒人必要 那讓我去拯救老闆吧 慢著, 不用這麼麻煩 就在這裡等他 我們進去慢慢聽 這八雞麻銀大爺都這麼說 明明是你助我, 還說我助你? 你是誰? 你是誰? 你誰是誰? 豈有錢 你絕騙他 有錢 老闆 慢著 老闆… 老闆, 別動 老闆 老闆, 你弄下來 老闆, 別動 老闆, 別動 老闆, 你弄下來 大老闆,我已經按照你的吩咐做 我不知道會弄成這樣 你知不知道那間妓院 我浪費了多少心血在這裡? 大老闆,我已經跟著你這麼多年 武功也有勞 你還想說囚佬? 不敢,不是… 鐵面你殺不了,妓院就燒了 所有妓女都走了 我損失多大,你十條命都補不回 大老闆… 這次不得了 外面有很多官兵包圍著 你們統統回去 是… 鐵步斗,怎麼這麼大火氣? 你還說,我昨晚差點見元王 是嗎? 二鴻院燒清光,我想你應該知道 你真是好行陽 這麼多年的心血一天沒了 你還好像若無其事 難怪你要殺的人也殺不了 還陪了夫人游截兵 所以你連生氣都不敢在我面前生氣 鐵步斗,你千萬別誤會 我沒有誤會 你那個殺手 最初扮罪走也扮得很遲 但幾天過後,我看得出他 他根本就不像醉酒鬧事的那種人 你們現在應該知道 外面已經埋伏了我的人 如果你要兩敗俱傷 我無任歡迎 你倆出去 是,出去 到底你想怎麼樣? 沒甚麼想怎麼樣 只是想跟你最後一次合作 行,我個人是很大量的 我肌負沒命,你也失去奸妓院 如果我現在問你拿錢 就等於趕狗進窮行而已 鐵步斗 你果然是一個明白事理的人 李過獎 我知道你還有一個金狂 而且這次你只許勝,不許敗 你想跟我爭?沒這麼必要 是,這次的計劃,我不管你如何 如果到時有官差在場 一定會搞得很好的體體 那你需要甚麼條件? 五百萬兩 你也算不大貪 沒辦法 我相信這件事成功之後 柳大俠也應該收拾 你現在的妓院又沒了 如果到時我手上 即使有甚麼證據都奈利不虧 我又何必做壞人呢? 其實五百萬兩 在富甲山莊來說 只是濕濕碎 說不定柳大俠根本就不放在眼內 你說我說得對嗎? 我 nessa寫你看 你去死吧 你去死吧 你想想結束? 你去死吧 你去死吧 那我去死吧 沒問題 你去吧 毛大俠被人殺了 是的,毛大俠被人殺了 不過我還在生 毛大俠,你沒有死嗎? 沒有死就好,千萬大平,乾杯 智希,找來將軍和趙全 有事要你們幫忙 小子,你去找將軍,我去找趙全 別遇過 別說這麼多,來… 虎仔,喝酒嗎? 這是甚麼酒? 不知道 嘗嘗我的,挺好的,有平有靚 來吧 來吧 你不夠跟兩人了 來吧 你想說甚麼,快點說 不然待會兒我醉得不省人事的時候 你說甚麼我也不知道 我沒有說話,我想聽你說話而已 我想說甚麼 我就是那個小孩子 另一幅大俠夢想做大俠 大俠不敢殺人 即是… 即是一個很喜歡唱歌的人 不過是假的 即是這個意思 即是這麼複雜 想做大俠而已,對吧 那就是傻子 傻子 那就是做大俠夢 不自量力 虎仔,告訴我 你最崇拜是誰 兩個 柳精 劍三十 靠我歡喜嗎?崇拜我 傻子,誰崇拜你 你說的? 你說崇拜我劍三十 那我就是 你不相信嗎?不相信嗎? 別說你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 我也不相信 不過…偏偏我真是 有嗎? 第一次殺人的滋味我都嘗過了 比你更慘 我只怕得… 怕得虎朗都塞了 你可不奇怪 這是人之常情 大俠不是人,大俠不會害怕的 你就是衝不破這一關,勃仔 是那些人傳到大俠這麼威猛 他們當大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甚麼都不用怕的 其實,就算旁邊的阿婆阿嬸 跟你遮掩遮柴遮米 一樣這麼煩的 如果芝麻綠豆這麼少的事 做大俠也要理會的 最離譜的就是 那些人當大俠全部都是有錢人 不用做是可以吃的 不做是可以吃的 吃屎嗎?大俠不可以耕田 大俠不可以倒夜香的 你說是嗎? 不明白嗎? 你說是嗎? 做大俠的道理不是很厲害的 剛才他這麼說話你也不明白 你現在明白嗎? 那算了 我的道理到此為止, 我也不會再說了 總之, 如果你要做粟頭烏龜的 你就一輩子做烏龜的 記得帶回歸殼 兼大俠 但我真的沒辦法克服 我殺沒香港的事 那我也幫不了你 譬如現在你要過對面 那你是不是想辦法 讀書人有讀書人的不方便 農人有農夫的困惑 就算是大俠也有大俠的煩惱 既然不過去就不行 不過那就用一下腦了, 明白嗎? 還不明白嗎? 不如你死吧 死吧… 你想不到我, 你不要上來 不要上來 不知道渤仔現在怎麼樣 可能被淹死了 渤仔不會有事的 看見她的壞樣子就不想相信她 不過她經常好像有道理似的 儘管相信她的錢 靜一點也不好 大俠不用睡了嗎? 你… 什麼事? 什麼事? 睡覺 睡覺 還睡? 你看看渤仔了 不知道浸死了嗎? 你不是說有把握嗎? 對… 沒有的, 大俠一定有把握嗎? 你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兒子…你沒事吧? 對, 浸了一整晚都沒事 你還沒浸死了 有下巴不是鬼 你浸了一晚還沒死 還沒死 小心… 冷藏了嗎? 對不起, 劍大俠 劍大俠? 他呀, 這隻甲拐 原來就是劍三十 他就是劍三十 他就是劍三十 甚麼?現在看不像嗎? 謝謝你 昨天我想了一晚 我終於想通了 通了嗎? 別人想了, 別傻了 你想甚麼? 別傻了, 別傻了 別傻了 開門了… 我們大小姐是福伯 怎麼搞的? 我回來也不開門? 別這麼急, 都快要開門了 你當然是大小姐 你是誰? 我新來的 福伯呢? 福伯她沒做了 大小姐, 你回家就對了 老爺病得很重 爹病了? 好, 別傻了 爹 爹, 你甚麼事? 你究竟甚麼病? 他患了一種很奇怪的傳染病 你是誰?我新來的 爹 細發他怎麼樣? 別這樣, 細發他怎麼樣? 爹患了一種很奇怪的傳染病 是甚麼時候開始? 已經十幾天了 爹, 你覺得怎麼樣? 小姐, 會出現的 爹, 他就是老青 爹, 你想說甚麼? 小姐, 老爺他現在不可以說話 不過可以用手寫字 老爺, 你想說甚麼? 寶貝, 你回來我很開心 柳大俠一表人才 早日成親, 了見心事 爹 爹, 你別說這種話 你沒事的 爹, 你別這樣, 你休息一下 小姐, 老爺也要休息一下 你這麼遠回來也要休息一下 是呀, 你不用擔心 我一定想辦法治好你爹 爹, 那你休息一下 我待會兒就來看你 大小姐真是孝心 天天親自來執藥 老公只有一表人才 你們真是郎才女貌 真是郎 對了, 老太爺的病怎麼樣? 時好時壞, 真是很擔心 那你有沒有看過別的大夫呢? 我們轉過很多個大夫了 但爹的病… 算我多口, 醫極都醫不好 他可能是… 撞邪 不如這樣吧, 去找月魂大師看看 你所說的就是天台子那個月魂大師 是呀, 柳公子, 你認識他的嗎? 我跟他有一面之緣 我想我應該會找到他 那你一定要幫我找到他回來 好 寧尊的病是內脈不起 所以他吃這麼多藥進去 也沒效, 像泥牛入海一樣 是呀… 奇怪了, 這間屋子有下降之勢 那你說吧, 屋子下降 病人都會起的 那怎麼辦呢?大師 你一定要想個辦法救我爹 有辦法, 令尊幾時生日 七月 遲, 你呢? 八月 還更遲 有一個辦法 你馬上找個如意郎君跟你成親 那天拜堂就能衝起了 大師 大師, 實不相瞞 我跟大小姐本來就有成親的打算 對了, 最好就是這樣 大小姐, 你要記住 和你為公子成親之日 要廣招親朋戚友 熱熱鬧鬧 那你爹就會衝起了 不要再掌握 別走 別打算了… 別走… 救命 救命 明天就拜堂, 但一個親戚也沒有 看來可能拜不成堂 我不信騙到這個地步, 我們才會失敗 怎麼樣?你們大家有什麼看法? 我認為沒有親戚也一樣可以拜堂 說不通, 梅家嫁女兒一個親戚也沒有 根本沒有人相信 到時候大老闆認作梅家的女婿 就更加沒有人會相信的 是呀, 而且我們在成婚的時候 去大屠殺 如果只有那幾個家丁 有何理由大老闆連自己的妻子 也救不了才行? 上頭已經知道我們在這裡工作 你們現在把事情搞得這麼複雜 我都不知道怎麼跟上頭交道 我有辦法, 新娘出嫁一定帶喜報 到時候我們找人扮新娘 和親戚就行了? 不行, 如果事發之後 真正的親戚出現 我們又怎麼解釋? 難道我們就這樣放下這個計劃? 那倒是 怎麼樣? 鐵面, 你到底能否查到 誰在這裡搞鬼? 我也不知道 敵在暗, 我們在味 現在第一件事 就要查出對方到底是什麼人 好, 我立刻去查 這個人會不會是鐵面? 怎麼會是鐵面呢? 我最初還是說不退 但看來沒有這樣的可能 明天拜堂, 我可以想辦法拖延 但是如果我們一天查不出 對方是什麼人的話 就算我怎麼一改再改 對方也可能不會出另一招 這個是誰? 聽聽話吧 你別哭了 走 怎麼樣? 扎實一點 我這個未有錢人, 手軟腳軟 綁他們二個綁蟹 是呀 不斷綁他們 手都拿出來給我們綁了 現在的親戚捉得差不多了 看看柳青怎麼敗 你會否現在的樣子 不就像黑臉神一樣 我說黑臉神是真的 先別開心, 現在剛剛開始了 好戲還用在口頭 我怕他的戲做不成 你這麼笨 剛剛才不自卑 現在又回復本性 這件事的行叉叉錯 他說我們生命都沒有 你以前說道理沒那麼聰明 你抽我後腳 出來 馬大俠 開我嗎?我不敢? 什麼都好 馬年, 你以前不是這麼鬼祟 我鬼祟?我學你們鬼祟而已 現在一群人都在玩大茶飯 學我們嗎?這件事就沒錢了 你想學也學不到 我知道, 所以就不賺 媽媽 有些好東西介紹給你們 你怕我破壞你的好事嗎? 不是, 你聽說 你一場來到 我沒理由不關照你的 這件事很值錢 什麼?值五萬兩 又是溫伯 和這些城市不足組 傳忠 是否會不會有所謂的 這件事很值得 走 這個人很值得 喜愛的 沒想過 原來四大高手做傢伙 難怪我還算了 其實你不需要這麼做 你跟著我,可以風衣足食 本來也是 不過這樣,你叫我去殺人 我又危險,你又不救我 我不報仇,還是男人 這麼簡單? 怎麼不是因為你是 一個號館閒事的劍三師 你死定了嗎? 死定了 關我甚麼事? 人家找把刀指著我 給你,你說不說? 說不說 你這麼大膽,我就不相信 不是大膽不大膽的問題 把刀指著你,不是指著我 我為甚麼要說? 你壞我? 你…怎麼了? 不關我的事 你們自己功夫抄襲 就被人抓到 我只能說出來 怎麼樣?你抓了梅家的親戚 現在已經被我放走了 只要我今晚一拜堂 就會有山賊攻入山莊 見人就殺 到時候我就會跟一個賊頭 打起來 我根本沒辦法去救人 甚至連我的妻子也救不了 幸好有人走得掉的 就會把這個實情告訴鐵捕頭 我看我也可以順理成章 把梅家的家產拿到手吧 其實你不用殺那個大小姐 財色兼心就更爽 可惜這個梅大小姐 曾經跟你春宵一刻 我告訴你 人家佔有的東西 我是不會要的 那倒是,我看得多女人 不過像你這位未來夫人 在床上這麼沒情趣的女人 我第一次見過 你不是以為我不敢殺你嗎? 這個人不可以殺,他還有利用價值 梅家的人被他捉過一次 就一定認得他 到時候如果死在梅家 那梅家的親戚 就會一口咬定他的山賊 師父,王九蛋,你別動不行? 你弄得我的胚臟很癢 你弄得我的胚臟很癢 你的胚臟很癢 是呀… 恭喜… 謝謝… 來,招呼不到 他們來了 這麼遲? 是呀,本來我來不了 多得柳大俠救了我 所以我才去我們這裡 是呀,梅家找到柳大俠做女婿 也可算門刀戶隊 不過梅大小姐為何嫁得這麼急 是呀,聽說梅老爺有病 所以想快點結婚來衝起一下 那我們待會見到梅老爺要開心一點 那是呀 準備好了嗎? 一切準備好了,計劃進行 是 小心點 小心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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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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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鼻,你沒事吧? 甚麼事? 沒事… 沒事就最好了 吉時到,夫妻交拜 請問各位是哪一位老英雄? 在下柳青,今天是我大喜日子 你們這樣做,免免不把我放在眼裡 你快去救救我,虧死我了 他有甚麼事嗎? 怎麼去救救我 大喜日子到處理 駕躲 你不需要害怕, 全都是自己人 爹的手, 怎麼會這樣 是我弄成這樣 你說甚麼 你真笨得這麼厲害 我是說, 是我弄成這樣 老闆, 除了這兩個之外 全都已經殺了 是, 我現在也不需要騙你 我告訴你, 我就是彩花集團的首奴 你不是…你明明是大俠 是, 我就是大俠 我就是因為要做大俠之後 人家要我救他, 我不可以不救他 我要威風, 我要豪氣 我穿的、用的都要趕牌場 如果我沒錢的, 怎麼可以過這種生活 這次弄成這樣, 就是你自己累自己 知道嗎?就是有你這種無知的人 將大俠捧動上天, 才發生今天的事 你做了這種事還要怪我? 我要怨就怨你自己太幼稚了 你說過喜歡我的 我這輩子最難受的日子 就是跟你在一起 你簡直令我作誤 你以為你自己很經費嗎? 你只不過是一個白癡 你從來都沒有喜歡過我 你說過要永遠跟我在一起 你騙我的 是啊, 我早就已經騙你了 我在罪豪軒救你也是假的 我跟劍三仇決鬥也是假的 我早就已經派人將這裡的家庭殺了 然後毒啞你爹, 斬了他的手 我只是想順利娶到你 然後拿到你的家產而已 你知道嗎? 你現在已經沒有利用價值了 你這個壞人 我告訴你 你已經玩完了 我…我跟你說八個頭 是夫妻 你放過我和爹吧 我求你 夫妻? 我不會做一個 不守輔導的女人做夫妻 我沒有… 沒有? 你知不知道耳熊樓是誰開的? 是我開的 你那晚跟我男人在一起 我甚麼都知道了 我沒有… 沒有 是嗎?我已經說過了 沒有人會相信你的 是嗎 有嗎? 是嗎? 有嗎? 有嗎? 那是甚麼ılう 有嗎? 有嗎? 我真不明白, 為甚麼你會跟他合作 很簡單, 那天我離開最豪軒 我只是找鐵埔頭 我告訴他, 你想弄死他 他不笨, 他一想就想到 就算我失手了 你還會找另一個人殺他 一個這麼窮的劍三十 他可以給你甚麼? 捉你的賞金和你的身價 那你就滿足了 你不是想要五百萬兩嗎? 你別忘了 如果你早就給我五十萬兩 就甚麼事都沒有了 至於五百萬兩 我只不過引你 讓你以為我會跟你合作 其實就算你給我了 我也要害怕, 現在就不一樣了 你死了, 我不單有五十萬兩 而且還可以做回我的步快 那就是說火燒耳熔樓根本就是一場戲 你假意跟我合作 劍三十就是把梅家的親戚 然後故意利用馬面 讓我去捉劍三十 我就大可以放心把假親戚都放出來 去進行我的計劃 你自己又出奇不義地去制服借死絕基地 然後就繞了雙手 看我如何圓形筆勞, 是不是? 好… 好… 糟了你們忘記了一件事 甚麼事? 就是你們不應該追來這裡 如果你們幾十人對我的話 未必是你們的對手 但現在憑你們三個, 差得太遠了 那就要打過才知道 如果我不讓你走 到時候你跟他們說怪我和你串謀的 那我就死定了 現在又不是一樣了 你們三個, 你們三個一起來吧 甚麼意思? 不好意思, 忘記告訴你 本來馬面是不肯合作的 但她是貪錢 我答應給他二十五萬兩 這麼多銀兩吃一輩子都夠了 有數得計 借四絕他們四個就二十萬兩 連你剛剛好是二十五萬兩 本來我是捉柳青才算數的 但是馬面是不肯跟柳青打 而我沒有把握贏得到他 萬一我死在他的劍下 湊不足二十五萬兩就很沒面子 那只要委屈是你了 你打得贏柳青嗎? 沒有的, 人們把大俠都天下無敵 這麼想就傻了 不過這樣, 我就是練武之人 我也很想知道如果真的打起來 我到底是不是柳大俠的手腳 想不到你們這些所謂大俠 還是不說口齒, 怎麼搞的? 他是大俠嗎?他是黃狗蛋 怎麼跟你說口齒呢? 說口齒? 有口齒的大俠在那邊 鐵面, 你再多說也沒用了 這些坐牆扶藥的人 怎麼會跟你那些貪官合作呢? 一開始他們已經準備出賣你了 兩位, 只要你們肯放過我 我那份不要 我那份要呢? 好了, 總數二十五萬兩 沒拖沒欠 我一向都不會說你拖欠我了 現在只剩柳青了, 怎麼樣? 你真的不幫忙嗎? 你剛才說跟他單打獨鬥 當然由得你 你這個死罵臉 雖然我經常罵你是卑鄙小人 不過也好, 你是良可取 你肯認自己真是小人 你知不知道你和你自己判死刑? 柳大俠, 你讀過書的 你有沒有聽過背水一戰 破虎沉舟這個說話? 好, 那我就承傳你 開門, 打吧 打… 你出手才行不行? 一定要我動手, 你是個大俠 劍三叔, 你去哪兒? 你快出來了 你來這裡吵甚麼鬼? 他是黃狗蛋 我又知道他在哪兒 不過我又不告訴你 劍三叔, 你剩一黃狗蛋 你狗蛋就出來 是呀, 他是黃狗蛋 鬧得好…你喜歡打吧? 好, 又跟你打過 說甚麼凡是決鬥 都是風雲變色的 如果加上我下去, 就天分地分 厲害了 厲害了 有甚麼搞錯?你們真是犯大俠 有平地不站, 真是站不穩 好 真可憐, 真可憐 惡毒拆了, 撤到我了 對, 寶貝 拉住 打住 很好 有 好 我 有 有 我有 有 我會無權 來吧, 黃狗蛋 別害怕 你還沒死嗎? 何狗蛋,你還沒死嗎? 你這個臭臭臭,我欠你死也不幫忙 沒錢的,沒錢當然不幫 錢的 劍大俠… 你在哪裡? 又是這個女子 我們在這裡 慢慢跟你算作 你小心 走也沒得走了 旁邊口詩 行等有型,握把槍都給我 像是世人,門片太輕易 明知必須響亮本頭誠意 而未編也認識世樂如是 無意之